打野可以说是传说战场里面的核心路线 不仅要巩固自身级队友的发育 也要全途支援 减轻队友劣势线的压力 增强优势线的载质力 而在逆风时也要策划反攻的号角 是一个综合观念及操作的路线 让我们快速的认识一下 本季GCS的六位先发打野选手吧 首先登场的是HKA的肩末强者NK 本季的NK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打野位 想必会表现更加得心应手 NK在夏季赛时以154座塔成功拿下推塔王 过去以纳克罗斯兰斗等操作型角色 成把传说战场的他 本季能否重新刮起NK旋风 想必会是众人关注的焦点 下一位是闪电狼的詹皇小詹 在夏季赛加入闪电狼时 便与亚洲绿哥组成的GCS文风丧胆的最强野铠组合 并在国际赛拿下季军夹击 而夏季赛拿下156杀的小詹 与队内的玉祥一同排名第一 而他的死亡数却仅有90次 是一位操作拉满却不失稳定的打野选手 提米就问谁能阻止小詹在传说战场的崛起呢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湾婷打野选手炎帝燕燕 燕燕在橘蟹赛场上已征战多年 他在夏季赛时可说是剑血风猴 场军几下数高达3.0 大幅领先所有巨蟹是选手 本季湾婷历经改组 增加不少校园联赛新血 身为学长的燕燕 能否稳定军心 带领万重新登顶传说之巅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紧接着是DCG的极限选手阿月 阿月带领的DCG以黑马之姿突破外卡 更是在国际赛时以小组第一进入八强赛 虽然最后杀鱼而归 但早已让人知道阿月在DCG真的很极限 以克里纳卡齐尔亲艳成名的阿月 比莫勾勒 吴之铭极限阿月 DCG的极限之旅将由阿月来谱写 镜头带向BMG的超新星燕燕 燕燕在ACS时便已受到不少队伍的关注 被称为是最接近GCS的男人 甚至在登上GCS前 就已经有着台湾帮哥的称号 种种迹象证明 他将是一位令人值得期待的新人 究竟他能否像过去乃绿 燕灵等 从ACS上来的超新星们一般亮眼呢 最后让我们看向 GCS新队伍AMK的最强野王 燕灵 他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梯令 在夏季赛时 每分钟平均经济高达742.3的他 总是在传说战场中 上演何谓用钱砸死对手 而燕灵在经过几次大灾的洗礼后 早已克服过去不稳定的问题 我是燕灵 你们都灵 这就是他的人道 GCS春季赛即将开幕 各路打野早已摩拳擦掌 准备好夺取那象征 无上荣耀的寿黄金杯 Go for it 做我想做你就是GCS最强的META